大家好 我告诉你啊 马上快过年了 年月份一定要给家里人做一份这样的大煮干丝 暖心又暖胃 鲜定爽滑 又口弹 而且做法超级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就够关注 首先我们把买完的豆腐皮给它分成啊 大小相等的炒状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细丝 大家看一下 都给它切成这样的细丝就可以了 豆腐丝切好之后 我们再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啊 适量的方腿 我们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给它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给它准备三到五门的虾仁 然后从中间一泡围 泡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如果有香菇啊 可以切成香菇丝或者是蛋皮丝都可以 再准备两颗性感迷人的大葱 然后给它切成小对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如果有香菇丝或者是蛋皮丝也可以给它切一点 可以给它搭配颜色 丰富口味 所有的配料配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浸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大煮干丝如何处理 它是一门穴味 也是一种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把处理干丝的技巧和方法分享给大家 有的朋友啊 在家里面做大煮干丝都是直接下锅煮 那样是错误的 在做大煮干丝的时候 一定要焯水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加一点食用碱 如果没有食用碱的话 可以加煎水 加煎水是最正确的 大概啊 加入两克的食用碱 然后大火给它烧开 水开之后 我们下入啊豆腐丝 把虾仁也一起给它放进来 大火给它煮30秒钟左右 千万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煮的时间太长的话 豆腐丝都碎掉了 加减的目的啊 是为了我们做出来的豆腐丝更有弹性 更滑内 30秒钟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 控水 清洗干净备用 接下来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猪油 猪油下进来之后 我们把虾仁和葱给它放进来煸炒一下 调料炒香之后 给它加入适量的开水 适量一定要给它加开水 然后大火给它烧开 烧开之后啊 再给它煮个一分钟左右 把虾肉里边的鲜味给它煮出来 煮一分钟之后 我们给它调一下味道 加入适量的鸡精 10克的味精 3克的食用盐 然后把火腿丝和豆腐丝 也就是干丝 放进来一起煮 烧开之后 再给它煮个一分钟左右 有条件的话 再给它加一点鸡蛋丝 把鸡蛋给它煎成鸡蛋皮 然后再切成丝 一分钟之后 我们给它淋入十量的胡椒粉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出锅装盆 豆腐丝装入盘中之后 最后啊 把我们的汤汁给它浇在上面 哇 真是太漂亮了 这样做成大煮干丝 保证你吃一次就忘不了 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最后再撒上两个性感迷人的小葱花 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的大煮干丝啊 就制作完成了 色香味俱全 让人看着就口水直流 年一饭来一份这样的大煮干丝 暖心又暖胃 用来招待客人啊 也是超有门啊 做法超级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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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